好,非常高興可以邀請到王小弟老師 請小弟老師先跟愛丁堡當地的觀眾打個招呼 愛丁堡的大家,大家好,我是王小弟,我在台灣 想問一下老師,您拍攝過電影、電視劇 那當年為什麼會想要做挑戰動畫長片的這個企劃 好的,主要是無知啦,無知跟崇拜 其實我是一個覺得長大以後就在看卡通的人都有點幼稚 但是我覺得第一次轉面就是看到宮崎俊 好,那然後我跟我的partner黃黎明呢 就是一起看到這個宮崎俊那個營火蟲之墓 非常震撼這樣 那不久以後呢,其實魔法阿嬤的原創者是黃黎明 那他就有一天,就我們工作有時候都是我們會想到不同的想做的事情 有天我回去他就說,我要寫一個動畫 我真的還想寫什麼 他就主要是寫它,因為他看到自己的媽媽做阿嬤以後的改變 那所以他就想寫一個祖孫就是隔代教養啊 就是祖孫的情感的這個 所以就決定就寫了這個魔法阿嬤 那因為那我簡短介紹一下就是黃黎媽媽她的背景呢 她是之前日據時代就念了台南女中 所以他們成長的時期都是學日語的 那差不多是應該是跟文英阿姨差不多的年代 就是現在差不多90歲上下的這個年紀 所以他們都是經歷過戰爭 非常艱苦的那個他們的成長的時候 所以是非常節省的 主要就是黃媽媽非常非常節省 給黃黎明一個很有就是很深刻的一些印象 那所以但是她做阿嬤的時候就完全改變了 你知道就是非常大方 就是陪著孫子 就是金錢跟時間都非常大方這樣 不像以前自己要帶四個小孩子的時候 總是緊迫 然後不管是金錢或時間都是緊迫的 壓力都是很大的大概是這樣 那在製作動畫長片的時候 因為90年在台灣 那個時候我印象中台灣是有在做動畫代工 就是我們並沒有自己的IP 但是我們有在幫好萊塢做動畫代工的部分 那老師跟黃黎明老師 就是兩位就是當初開始寫這故事 開始找韓國的動畫工作室合作的時候 應該是經歷了很多的困難吧 就是有沒有什麼印象特別深刻的 好啊 我覺得講幾個小的好了 第一個我覺得比較特殊的可能就是說 很少有這樣就是不會畫不會做動畫的人來做這個原創 跟這個主要的創作的那個團員 所以呢我們有些經驗是不一樣 比如說黃黎明決定寫 因為他是非常在地的一個故事嘛 那所以我們就先討論比如說阿嬤家住哪裡呢 那因為我之前拍紀錄片的時候跑了很多地方 那我們就討論說欸漁村好了 所以大家有看到阿明這個小孩有沒有 阿明這個小朋友他的原型 就是我們去很多漁村的時候 會看到那時候比較多 可能那個時代有些近親結婚的那個小朋友 就比較慢啊 比較那個在偏遠的漁村裡面 所以呢我們就是那比較特別 就是比如說我們還會看景 就是大家看到阿嬤的家是我們就黃黎明決定以後 他就決定說我們去基隆看景好了 所以我們去基隆拍照 走很多那個爬那個階梯 然後回來給那個畫的人參考 就是我們希望阿嬤家在哪裡這樣 就是黃黎明的那個構想 所以他早早就寫了那個阿嬤騎腳踏車 下來的這個部分 那然後還有可能比較不一樣的就是說 我們很多蠻多就是變成 因為我是拍這個實拍的嘛 所以就是配音的部分啊 就配音的部分就是有 就是我們有一個紀錄片 就現在回線看起來都蠻有趣的 比如說那個小扁 那個小扁那個配小扁的小朋友 他那時候才五歲 其實是他的哥哥就是豆豆 就是配音豆豆 是我們audition來的 但是哥哥每次來的時候 他都會跟在旁邊很可愛小 一個五歲 然後聲音啞啞的都看著哥哥 後來我就想說他來配小扁 然後比如說 哎呦你壓到我了啦 他不明白那個啞的聲音怎麼做 就是蠻可愛的一些互動 然後很多小朋友啊 還有當然文藝阿姨啊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那時候很窮嘛 就是我們就是破產邊緣 所以大概裡面都有很多 我們的工作上的朋友 比如說大家可能聽不出來 裡面有很多大導演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家裡的親戚啊 全部都全部都拉來了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 比如說我們的辛苦 就是我們之前你說的 我們的確經歷了就是 在代工的時代 這個原創到底怎麼樣要貫徹 我們中間真的有一些經歷 那其中有些有一個經歷 就是印象最深刻 就是後來我們終於請到了plusone 那plusone當時在韓國 也是數一數二的 就是代工很厲害的工作室 他們那個時候我記得他們在畫那個 美國的影集 Mighty Dog 那個鴨子的那個動畫 所以呢 他們也是很忙 但是所以他們跟我們簽約的時候 也就是說 你一個月我記得沒有出來 我說錯了 一個禮拜要給我250張keyframe 要是你沒有做到的話 到時候影響這個 你們還要賠我們錢之類的 所以我們壓力很大 在收這個稿子 當時我們的稿子 其實就畫稿有 就是那個 有發出去嘛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個下雨的晚上 我們去收稿子 然後我開著車 我顧車嘛 黃黎明就去拿稿子 結果呢 空手回來 我說欸怎麼了 他說 沒有那個人就說 他這禮拜感冒 他沒畫 你知道 你知道 那個 哇就是快要 因為如果實拍 我們還知道怎麼解決 因為我畫 我是一點 就是那個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大概就這些 可能跟一般做動畫的人 比較不一樣的一些 就實拍的人的 看到的這一面 經歷的這一面 那就是這部片現在 就是過了這麼久 還是一樣是大人小孩 都非常喜歡的作品 那當初在製作的時候 應該沒有料想到 他會變成這樣子一個 跨世代的經典對吧 而且當年還有那個 金馬獎風波這樣子 就是 對對對 對啊 我想就是 好像說你的題目的 一說就沒想到這樣跨世代 嗯 有什麼感想 對 真的是意外的 然後我覺得 如果你問我是為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最主要應該算是 還是那一代的阿嬤的強大 我覺得阿嬤的這個角色 尤其在東方 或者是 比較一些 我覺得好像文明古老的國家 應該都是就是女性的這個角色 尤其是阿嬤 像黃媽媽他們這一代的阿嬤更是 就是他們其實經歷了戰爭 然後戰爭過後是他們一個斷裂的一個生活經歷 我有一個朋友 我有我認識一位教授他的母親就是 他一直以為他媽媽不識字 一直到他爸爸過世以後 帶媽媽出去散心去那個明治神功前面 他看到媽媽在跟人家聊天 他嚇死了還帶著導遊跑回去 還知道媽媽會日語 然後那個導遊說你媽媽日語講得很好耶 他就說媽媽你怎麼會日語 他媽媽就看著他停了一兩秒才說 他媽媽以前參加國語演講比賽 當時的國語就是日語 台南的冠軍 本來要去日本比賽的 但是你看他們就是 後來忽然換了這個文字全部 問他什麼都不懂 所以當時的護政人員就把他寫個不是字 你知道嗎 就是就是所以我覺得他們這一代的阿嬤 尤其是就是在物資最貧乏的時候 經歷過感情的shock 比如說黃黎明的媽媽 黃媽媽 他在中學的時候 全家人因為很害怕 然後他的哥哥涉及了白色恐怖 所以他變成派他一個女生來台北 收他哥哥的遺物 就是像他們那個 比如是經歷過大時代 然後生活這麼困難的情況底下 然後要養這些孩子 所以我覺得女性的那個power 就是在他們身上展現無遺 其實有時候是負面的你知道 比如說脾氣很壞 很會 比如說這些個性很強烈這樣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問我的話 最主要是 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跟阿嬤相處的經驗 你知道 就是他經歷過了人生 然後他怎麼疼愛孫子 怎麼給予 怎麼相處 都有他的個性 有他的愛 我覺得這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體會的 所以看到這個片子 我覺得就是多少 就比如說我們在美國放的時候 就好多ABC 就是在美國生的小朋友 都跑過來說 Oh I love your film 讓我想起阿嬤這樣 就大家都講英文 但是都會講阿嬤 就阿嬤這兩個字是講阿嬤 不是講對嗎 對 對 那這就有點沉積到我們下一題 就是 因為這部片真的很明顯 就是充滿著非常多的本土元素 甚至是迷信的部分 那就是曉飛老師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部分 先撇開女性角色 建議給女性角色這部分 會不會覺得說這個本土跟習俗的部分 很難以跟當地的觀眾溝通 倒是相反的經驗 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 因為我們非常辛苦完成 當時有去 比如說一些國外的影展 比如說歐洲的影展 那他們就會覺得說 欸很好欸 你們不像好萊塢 你們沒有學好萊塢的動畫之類的 那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有一個經驗就是在那個 我記得是舊金山影展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說有沒有問題 觀眾裡面最新舉手就是一個小男孩 然後主持人就問他說 那你的問題是什麼 他嚇到了 他就把頭埋在媽媽的那個腿上 不肯抬起來 那媽媽後來就有些 媽媽就不只那個媽媽 就說那 那我不好意思我想問 因為看了這電影 他剛問我說 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鬼 我回答他 我當時也在台上愣住 不知道怎麼回答 Anyway但是最後結束的時候 我在出來戲院 我在馬路邊跟朋友聊天 這個小朋友走過來 拉拉我的褲子 我就看他就說 I like your movie 所以比如說關於鬼 關於鬼節這件事情 美國也沒有 就是大概只有日本吧 跟我們比較有相同的習俗 可是我看到這題我就在想說 我覺得是動畫的這個元素 就是他訴諸於形式 非常清楚 顏色比例很多 就所以這些元素我覺得 好像他可以把這個original的這個經驗 不管你文化的差異 他會通達到每個人 所以我其實也是做魔法 我才覺得說 哇塞 那個動畫的那個溝通的這個能量 這個能力實在是太強了 就是你說那個小朋友五歲 到底他這個阿嬤的這麼破的屋子 他能夠了解嗎 屋子還漏水 那包括說放水燈 他可以了解嗎 就是可能有很多文化寫出他不了解 但我覺得他catch到了說 這個老媽媽阿嬤死了 他還可以做一個燈去海上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他理解什麼 但是我覺得就是畫的這個元素 動畫的這個元素 我覺得很強的溝通力 對啊 所以說像那個動畫強國日本 他們的就是藉由動畫傳播了很多 他們的文化體育在裡面這樣子 對 那最後就是說像您剛剛說的 其實您在海外就是參加營展的時候 有很多觀眾有很多回饋 那會不會有什麼特別 例如說您是希望觀眾自己有自己的解釋呢 還是說您會希望觀眾從這職中獲得什麼 OK 我覺得就是在我們的工作當中 包括黃黎明寫這個魔法阿嬤 我覺得有一個很珍貴的尤其是生長在台灣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長輩經歷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是裡面有好多好多 會讓你的視野更寬闊 對於人對於事情 對於強勢跟弱勢等等 那我覺得就是如果說那邊的朋友 不管是台灣去的觀眾或者是在地的觀眾 我覺得就是分享這種能量吧 就是說這個阿嬤你看她跟孫子 根本就我們台灣人才知道這個經驗 就是很多人跟阿嬤是語言不通的 就在學校都講國語嘛 阿嬤說台語 所以要比手畫腳要拆來拆去 然後我覺得但是跟阿嬤的這種 做阿嬤的故事阿嬤的經歷阿嬤的脾氣阿嬤的幽默阿嬤的節省 就是其實我想如果藉著魔法阿嬤能夠 Catch到那種 就是這個 這種去貼近上一代的這種經驗 我覺得這個就是這個片子最重要的一個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吧 尤其阿嬤的世界那時候 資源很少 不夠科學 所以有鬼 有超越現實的部分 但是尤其阿嬤他們會帶給你更多的想像力幽默感 還有對 敬天敬鬼神的一種態度 好 那謝謝老師的時間 但是在我們再見之前 因為呢 我是要修復版 最後面最後面有一個關於續集的彩蛋 老師能不能再多透露一點點呢 就是關於續集 那是什麼樣的故事 其實大概在很多年前 就有年輕人來找我們 就是他們是可能學動漫的 然後自己在拍廣告 可能有賺一些錢 他們很想做原創的動畫片 他們討論了半天 後來就覺得不如做魔法嘛 那時候就來找我跟黃黎明 可是因為我們經歷太多 太辛苦的過程 你知道而且知道資金很大 我們也沒有很積極的回應 那然後之後到差不多19年的時候 就有朋友開始提起說 老師你會不會想做續集 那可是大家都知道 這對我來說是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 因為最主要很多原創的夥伴 這樣最原創的就是從自己寫劇本 自己做製片 經歷所有辛苦的黃黎明不在 然後音樂史杰勇老師也不在 然後文藝阿姨也不在 對 我不可能去想這個事情 可是在那個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點點滴滴 忽然有一點想說 因為這個時代大家都在 就是我們都在講這個IP 我總覺得講這個事情就是有一點 就是好像不是跟我們創作的核心有關 但是商袍就你也會想說 難道我們就是這個裡面 就像你剛剛說的 這麼多人可以分享阿嬤的這種 我們難道不能夠 不能夠讓他持續溝通嗎 所以後來就想想就開始 有點動心開始動念 然後所以我們 我們正在做魔法阿嬤2 然後可以跟大家說 我們原來的團隊 就是原來做動畫的朋友的團隊 也一起參加這樣 然後我們大概會到 好像是到2025才會做好 但是我們已經分鏡都畫完了 就正在做 好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有新的魔法阿嬤可以期待 那就謝謝老師 謝謝你們 希望大家喜歡這部片子 也謝謝你們 然後辛苦了 謝謝 謝謝 拜拜